嗨,我的名字是凱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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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位攝影師 攝影師常常會遇到一些檔案危機 最常遇到的可能就是記憶卡插到電腦裡 竟然讀不出來 或者是檔案有損毀之類的 遇到這些問題呢 你當然就會超級緊張 不知道該怎麼做 多試幾次嗎? 或者是怎麼樣 檔案就會消失了 嗨,我的名字是凱雲 今天呢? 嗨,我的名字是凱雲 我是一位攝影師 攝影師常常會遇到一些可怕的檔案危機 像是最常遇到的可能是記憶卡插到電腦裡 讀不到或者是它要格式化 你才能繼續使用 結果記憶卡有問題 這種常常發生的事情 嗨,我的名字是凱雲 我是一位攝影師 嗨,我的名字是凱雲 我是一位攝影師 攝影師常常會遇到一些檔案危機 像是最常見的可能是記憶卡插到電腦裡 沒有 嗨,我的名字是凱雲 嗨,我的名字是凱雲 我是一位攝影師 攝影師常常會遇到一些檔案危機 像是最常遇到的就是插到... 嗨,我的名字是凱雲 我是一位攝影師 攝影師常常會遇到一些檔案危機 檔案危機 就... 嗨,我的名字是凱雲 我是一位攝影師 攝影師常常會遇到一些檔案危機 像是最常遇到的就是記憶卡插到電腦裡 竟然就讀不出來 或者是插到電腦裡 檔案有損毀 之類的 遇到這些問題 你通常就會超級緊張 不知道該發生 嗨,我的名字是凱雲 如果... 嗨,我的名字是凱雲 嗨,我的名字是凱雲 我是一位攝影師 我們攝影師常常會遇到一些檔案危機 像是我們最常遇到的就是... 嗨,我的名字是凱雲 我是一位攝影師 我們攝影師常常會遇到一些檔案危機 最常遇到的可能像是記憶卡插到電腦裡沒有讀出來 或甚至是插到電腦裡要格式化才能使用 或者是檔案有損毀之類的等等問題 反正資料危機就對了 通常發生這些事情就會超級緊張 不知道到底是該多插拔幾次試試看呢 還是要拿去救援去給別人救呢 那今天呢 有一個公司叫做Tenorshare 他們給我一個軟體讓我來測試 然後跟他們分享如何使用這個救援軟體4DDiG 那我們就看看有沒有奇蹟出現囉 One more time